讲走进现实 草根结出果实 绽放人生价值 八大赛区的球王经历风风雨雨 层层闯关 一路停进总决赛 猛虎蛟龙强强争锋 试看全国民间语谈的球王桂冠 最终花落谁家 大家好 欢迎大家继续留在体育频道 我们现在镜头所指的 就是我们灯火通明的 中央电视台的总部大楼 就在这里的2000平米演播室 正在进行的是 谁是球王 中国民间羽毛球争霸赛的 最后总决战 刚才已经产生了三项冠军 分别是男单 女双和老年 无差别组 下面还将有三项冠军产生 期待您和我们一起 走过这个美妙的夜晚 对 电视机现在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跟我们进行互动 互动的方式也很简单 手机用户发送数字9 加选手姓名到10669999185 来支持您喜爱的选手 来参与投票 赢得抽奖机会 每场有三名幸运观众 将有机会赢得 由高级羽毛球装备大礼包 千元现金大奖 以及第五频道的精美杂志 当然我们也是特别感谢 CNTV CCTV微视 北京青年报 体坛周报 新浪体育 搜狐体育 网易体育 腾信体育 今日头条 爱奇艺PPS 移动和视频等媒体的大力支持 同时也要感谢 东风学体龙 对神势球王 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的 大力支持 本赛事装备 由维克德提供 这样一项草根比赛 需要很多人的推广 需要很多平台的助力 而且羽毛球运动的开展 不仅是使大家 能够愉悦心情 锻炼身体 刚才我采访的那位女选手 也说了 减肥 速行的作用也非常大 所以我们也鼓励大家 在看比赛的同时 拿起手机 大家可以看到我们屏幕下 放到二维码扫描一下 进入我们的CTV的威视 大家可以进行一个 燃烧卡路里的测试 看二维码出来 大家用手机一扫描 这是个很好玩的游戏 羽毛球当中有很多重要的动作 比如说发球动作 脑后高球 我们可以批杀 而且如果您这时候状态正好 可以从沙发上站起来 不妨来一个双脚起跳的扣杀 这一切都随着手机的摆动 可以记录下这些动作 您到底减了多少卡路里 而且我们确实在后台数据 可以显示 全国哪位观众的参与 减的卡路里最多 东风血腿龙将给他送上 一份非常精美的礼物 羽毛球 能够伴随大家走上健康之路 下面马上带来的是 女单的决战 没错 女单 女单的比赛 将会在两名高中生之间进行 她们是司徒锦和黄丽娜 有请她们出场 五年来始终如意 坚持练球的司徒锦 在世界冠军熊国宝的西新指导下 练就了一身扎实的基本功 虽然我和爸爸待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 但是在我成长的过程当中 熊之导对我的影响更加深 熊之导也可以说 是我的第二个爸爸 还在上高中的司徒锦 步伐灵活洒脱 动作干脆利落 梦球和反拍技术炉火纯青 令对手望而生味 以全胜的战绩一路挺进 总决赛 我牺牲了很多时间 也付出了很多汗水 才换来今天的成绩 生活中 他喜欢各种体育运动 喜欢科幻电影 甚至幻想有一天自己可以变身 超级司徒锦 总决赛前夕 他第一次来到 向往已久的北京体育大学 体验冠军之路 还与自己的偶像世界冠军汪欣 进行了一次亲密接触 希望你在最后的决赛中能够有好的发挥 但是不要被包袱 我做梦都会梦见汪欣教我打球 就是偶像的力量嘛 我要成为熊之导的骄傲 不给对手留下任何机会 总冠军是我的 对手黄里娜来自广西南宁 也是一名高中生 2008年她第一次拿起羽毛球拍 如今六年过去 球拍成了她爱不释手的宝贝 羽毛球就是我的朋友 我们一起经历了三天苦难 在学校 小丽娜不仅球打得好 学习也是名列前茅 黄丽娜的训练是非常刻骨的 这一点是绝对比不上她 平时给她起的外号 叫小伙子啊 黄厉害啊 赛场上个子小小的她 善于跑动力道十足 后场杀球更是她的强项 我疏忽 我就最厉害的 随后比赛我就想用她 自信满满一路势如破竹的黄丽娜 在八强赛中 曾与司徒锦狭路相同 双方势军力敌 最终黄丽娜一分之差惜败 输球的小丽娜在场边大哭了一场 并按下决心 要在决赛场上再和司徒锦大战一场 一决高下 没有什么是不可战胜 我为总冠军的战 一个是所向披靡的名师高徒 一个是充满斗志的女中豪杰 两位花季年华的高中生 究竟谁能更胜一筹 又将呈现怎样的精彩碰撞 与年分对决 马上开始 谁是球王 中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赛 女单总决赛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 现在和大家一起来观看这个女子单打的最后决赛 这是由司徒锦呢 对黄丽娜 大家看到穿着蓝色球衣的 这位小姑娘呢 是黄丽娜 那么在这一场比赛开始 我们也特别高兴 邀请刚才在场上打球 现在呢 作为评论员的 我们非常大家非常熟悉和喜爱的 鲍春莱担任我们这个接受顾问 韩老师 老师你好 你看那两眼放光啊 刚才打完球还兴奋呢 没想到那一页选手打那么水平这么高吧 真没想到 我就是来到那个 谁是球王的比赛场上之后 我才知道 就是全国的业余水平啊 我觉得还是提高到非常快 而且赛前你想没通知你 你就那么点时间热身 是吧 而且你这一年多不怎么练了 再加上身体有点伤 是吧 所以大意就有可能啊 对 我觉得跟他们打 我觉得真的是能感觉到他们给你的压迫力 他们很想去挑战你 很想去赢 就是他们那种求胜的欲望啊 比你们要强 对 他们因为可能很想跟我们打打 这种感觉 我们看到啊 这个在看台上 还有我们这个评语中心的一些领导 在现场 说明这个对这个海选的 随时球王的比赛项目 还是非常重视啊 而且就像李永波总教练所说的 由于这个平时 他们都是给你们加油的球迷 对 所以呢 今天呢 你看这个李永波作为总教练 也坐在了我们 第一次拥有了国际裁判 非国际裁判这样 对 而且刚才他有一球 我认为他有 黑哨嫌疑 我觉得就是那个 还是李永波关心 就把我当做徒弟 对 因为我也在那里这么多年了 而且更多体会一种快乐 因为到这来大家打球嘛 其实大家把剩以赋放到一边 更多通过这样一个平台 由于有全国电视转播 大家一下都能认识他们 而且也能够表现出 这个国家羽毛球队 你作为领队 作为总教练 能做到最高的这个 裁判洗的尾子上 对 这事你看 就给大家一种特别亲切的感觉 所以眼光的不一样 以前看 看李岛都是在后边 在坐在我们后边 现在看就看 坐在这边 而且你换个球 我一看应该是 不知道看哪个 有点这个怎么 角色突然转换了 转换了 对 一下子没反应过了 刚才说实话 我觉得有一小小遗憾 应该让林丹 到那翻盘去 这就是创造一个 全新记录了 不下次还有机会 我们把这个小遗憾 留下死 一定要林丹 坐在那翻盘 当一次翻盘员 太有意思了 大家看那个比赛 现在双方 到现在 您看也是比分打得很焦主 你刚才已经在现场 给他们前面 三场比赛都进行了 知道 你觉得这个 这个业余选手 他们现在 从这个比赛当中 有哪些特别值得 我们作为一个 作为你来讲 感觉特别欣慰 可以特 特别提倡的呢 我觉得 首先 我作为就是一名教练的时候 在坐在那个位置 然后去看他们的时候 我就觉得 有一种感觉是 他们对羽毛球的这种执着 跟热爱 你就会觉得 他们真的是 很拼命在努力 在提高自己 在一定要去打好 因为他们也是 好不容易打到 最后的总结赛 实施球王的总结赛 他们也不想放弃 所以这种拼劲 特别值得人 值得我感动 所以我也觉得 特别想跟他们加油 对 你看这场上两个高中生 就尤其这个小公子 这个黄丽娜 他在前面比赛里面 曾经输过这个司徒锦 输了以后 小公子还哭鼻子呢 他实际上就说 再让我碰着 我非要把你赢了 这种劲儿 其实我们说 作为任何事情来讲 如果你要是打到这个 真正职业来讲 可能我们 你比如像我们高体育 有时间一长了以后 多的少有点疲惫了 有点疲劳 而对业余选手来讲 就只要你业余当中 你兴趣在这 你最大的兴趣爱好 把这麻将一扔 拿起球盘 扔 这个球盘想扔都扔不下 他这种求生欲望 在赛场 真的 再加上他的生活当中 这些球员 又不是专门的 整天说在那练球 所以他更多的是 在这个赛场上 他能感受到运动的快乐 对 也错 而且一看这两个小姑娘 我就感觉到 一接触她们 都特别的清纯 特别简单 而且学习都是好苗子 都是学校里面 学习特别好 那么这两个女孩 和其他的一些 这个年轻打羽毛球的 打进我们大区赛球王的 这些选手有共同特点 球打得好 学习还特别好 就是自己在羽毛球 这个项目当中通过体育 就像刚才李永波总教练所介绍的 总教头 他所说的 实际上 他们可以获得一些人生的更多的道理 对 没错 在这里面 他们可以把自己工作当中 一些感悟 也能够在赛场上得以体现 我觉得这是最重要的 对 没错 刚才 包括看那老大爷高威 你看那只斑乱猛火跳的 好 来看看这比赛 现在是8比7了 现在来自广西的这个姑娘 黄丽娜 现在呢 是保持比分领先 这个给他进行现场指导的 这是宇潭天王赵建华 也相当了得 而且赵建华现在就在广西 广西队总教练 广西队总教练 我说他怎么每次都坚定不移的坐在那边 而且包括整个广西队参加大区的海选 他说谁来谁也别拦着我 我一定该到那去担任总教头 其实我们赵老师一直以来 是我们很多年轻选手的 就是说经常模仿的一个对象之一 因为他的技术非常的好 技术非常的全面 对 一代天王啊 现在是8比9 司徒锦呢 在比赛里面打球也是力图 像他的这个名字一样 做到足指捉摸 而且打的要力端比较严谨 哦 这球掉了 哇 反调 非常调的 哇哈哈 双方一短白短啊 对 这场上 这就是在非常关键的比分当中 看谁能够把握住前场的一个主动性 嗯 对 你看这个 对 反手扑的这黄丽娜 而且他这个气宇先啊 这可以成他一个标志性动作了 现在打到了局点 哇 好球 好球 这司徒锦关键时刻也不手软 对 因为主要是这个比赛规则是 就是达到十分以后只有一分 一分定胜负 一分定胜负 所以说这就非常关键了 嗯 哎 可惜了 你看现在达到十比十了 你就很难讲 十比十了啊 现在上次黄丽娜输给对手啊 也就一分之差 你看看今天啊 怎么样 哎 放短 好 对方这球放 这个球 来看看 这个球看是 有点争议啊 哎 是戒败还是 应该是判成了 戒败了 这样是 黄丽娜先胜了第一局 十一比十 对 很惊险啊 这个球 好 观众朋友 现在坐在我身边的是 星光大道的 11年的总冠军 刘赛 然后当然还有我们的 西哥西妹 都是草根走出的 这个歌手明星 在场上也是我们草根的球王 应该说你们这个历程 西路历程 都有很相似的地方 给他们说一些 简单的说一些寄语 一起吧 好 给他们加个油 一二三 加油加油加油 好 我们接下来看 接下来的比赛 谁是球王 全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战 女单总决赛 第二季比赛 现在开始 我听那个 那三个 星光大道舞台上走出 这个你要刘赛 还有那西哥西妹 刚才加油加油 都带有点音符 但是大家可以看到 他们呢 是一种在舞台上的这种美 同时在运动场上 大家可以看到 通过体育锻炼 就像刚才豹春来所讲的 这些是发自内心健康的美 应该说不同的美 对 另外一点 我觉得作为青少年来讲 我记得前两天 李永波老师也是参加一个节目当中 特别提到了 很多的孩子在电脑前 花费大把时间 眼睛也近视了 结果呢 户外运动的时间也少 和别人互动 体育互动的时间也少 对 所以呢 会是性格上有很大的变化 对 参加这个羽毛球项目 本身来讲 大家都知道 他真正我们说经常看 你要自己深入去玩的话 会发现 这羽毛球项目 他玩起来 自己打快乐 比看球快乐要多多了 是的 我们就很多人都愿意 之所以这个一呼万英 一呼百万的球迷都来报名参加 就是这个项目 大家拿球拍油 太好玩了 隔膀相争 而且通过这个项目 应该说是 使青少年能够从小就有一个相互 与对手互相了解 互相熟悉 在体育项目当中愉快的交流 应该说也是对人的性格的一种改变 对 其实我觉得羽毛球 他这个项目本身就可以缓解你的压力 平常我觉得像高中生 大学生 考试学习繁重 压力比较大 比较大 还是得抽出时间来锻炼一下 可能会好很多 我觉得这两位 其实就是其中的代表之一 非常好 而且我还发现一个报声来 你注意到没有 其实你要不打羽毛球 你现在肯定是一个不爱说话的大男孩 你打了羽毛球之后 你看你这话就开始多了 主要是跟韩老师学习 学习怎么 你好好学 因为说实话 我这个马上就快到岗了 就快到岗 对呀 我们的鸿光老师 他现在急需又新的年轻一代的解除员 你看我们从海选当中选 您那有机会也到我们这来说羽毛球 我们急需像您那样的金牌 王牌世界冠军的羽毛球评论 有机会一定来 您就到我们这做一个第二职业 我觉得挺好 您看 而且大家看到这个两个中学生在场上打起来 一点不犯处 而且在场上 这黄丽娜有个特点 那比赛之前他基本上不看对手比赛录像 在进半截赛之前他不看对手录像 直到半截赛开始了 全国的半截赛 他开始看了对方的录像以后 认真琢磨 你要像斯图锦 这个队员和他恰恰相反 每一场比赛是简直认真的研究 所以你看这两个人的态度 对 态度完全不一样 一个很严谨 一个就特别自信 还真是 所以不同的球员 不同的性格 在场上也很有表现 我在场上 边上我怎么感觉到那个黄丽娜 好像呼吸上看上去好像有点紧张 因为我觉得今天也是决赛的最后阶段 所以我觉得对于双方来讲 可能每一分都特别咬得特别紧 前面我刚才看到他们起队 就是男单也好 双打也好 特别是 就是那两门高年龄组的两位双打运动员 我那一队就是 其中有一位选手就 相对来说会比较紧一点 他们太想去打好了 反而会给自己一些束缚 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 可能更多的是要有一种 就是说放松的心态 去享受这个尹毛球的快乐 我觉得就够了 其实他们这个赛前都说了 说能够打进总决赛 能够来北京 很多人第一次来北京 说看着鸟巢了 看登上长城已经是好汉了 就已经挺快乐 但真的到球场上还是想要拿这个比赛 是的 对 当然对于人来讲 你说不让他 你让他放松 打到现在你看 我觉得现在运动员开始渐入佳境 这球你看打了来回来 就我数了数 二十三拍 二十三拍 最后一拍没打 是因为这判断里头出界 对 在界内台给打 这个现在来看这司徒锦呢 是越打越严谨了 现在这司徒锦准备发球 往前的小球放网 对方呢在准备放的时候出现了失误 这司徒锦第二局交换能力以后情形完全不一样 对 而且大比分领先 我觉得这一局他占据了绝对的优势 有时候从这个外表啊 一年的呼吸啊 状态 眼神一看就能看着个大概啊 现在这个黄丽娜本来第一局都已经赢了 他现在的第二局反而是现在大比分落后 这是现在 估计第三局肯定要火拼了 好 哦 这个球呢 公网以后落到了司徒锦场立场 现在是三比十 在旁边 这个一方是赵建华负责这个给黄丽娜指点 另外一方呢 司徒锦呢 他的教头则是公伟杰 也是世界的男子冠军 他是我的 应该算是我的师师弟 师弟 好 双方呢 一比一 这龚伟杰有点意思啊 累了 龚伟杰现在也是 已经成为 也是慢慢成为一名教练 一个教练的一样的 他速度不能慢 速度慢下来的话 因为他的球还比你稳一点要看 对吧 所以速度要慢 对 然后不要要求这种边 往中间打一点 你要记得 你们的球啊 都打得不到位 都才打到这里 都才打到这里 他速度 现在和第二局 你看反过来变成 已经开始慢了 所以我就问你的体力怎么样 如果体力不行的话 要坚持 因为总共就有11分 对不对 今天要集中一点 好 他应该是比你比较稳的一个 所以有机会 把速度加快 通过往前这样可能还有机会 好吧 好 谁是球王 中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赛 女单总决赛 决胜局比赛 现在开始 双方的前面啊 战成1比1 这决胜局啊 真是到了关键时刻 是的 其实双方的实力还是相当的 这关键我觉得对于这个 这个赵建华这个弟子啊 这对黄丽娜来讲呢 关键还是给要放松点 哎 从第二集来看不错 刚才赵建华好像眼睛都会说话 我看的那那眼睛啊 惊有神对着自己的徒弟讲 估计是想跟他说 就是要他专注 要专注一点 对 要集中一点 专注一点 就你看我的眼睛 要专注啊 对 肯定眼睛神愧 嗯 注意力一定要集中哈 哦 漂亮 这球四头锦呢 是突然的起拍 这个刚才呀 呃 我们也注意到这个 作为这个旁边的工业节啊 在旁边给他指导的时候 一直都到场地边缘啊 也给他 你看咱们听不见声音 但你懂唇语吗 他刚才大概说什么呀 你怎么说说 估计 我也不知道 因为他好像说的挺多的 说挺多 哈哈哈 要是你的话 你给这个 就这四头锦要直指导的话 就得穿着 粉红色球衣这个姑娘 主要他要注意什么 其实我觉得 因为打到现在这个这个状态了 我觉得首先自己心态一定要 咬得住 咬得住比分 因为不是很容易那么突破 别人就要咬住 心态放好 第二个呢 这个球一定要拉开一点 啊 球很慢 所以说你如果拉不开 球如果总是打不到位的话 就很容易被别人偷袭 嗯 就首先要求要打到位 打到位 对 这黄琳娜在这局上了以后 他这个打的控制啊 试图拉开 司徒锦呢终于在后场 这可惜了一点 这个机会球 3比3 这球打的呀真的 如果您要是没有看前面比赛 就以为他们其实俩商量好了 似的 哈哈哈哈 其实真不是商量好 对 对比分打的就这么敲不住 其实我一直很很觉得很奇怪 就是为什么现在这种 异域水平的这种 呃 都都非常高 啊 你知道就是谁是球王 这是草根的一个像 一个一个对比赛啊 他能够打出这样一个水平 而且还是高中生 我觉得他他们肯定就是说 对这个羽毛球啊 我觉得还是有一定的理解 有一定的训练的 其实这事也说明什么 说明我们现在群众基础啊 相当雄厚 对 而且也说明作为中国人来讲啊 在特别全民建筹当中啊 就是老百姓很适合这个项目 对 刚才你看那高威 他平时年轻的时候 他跑跳投篮球排球都可以 对 人家40多岁开始练羽毛球 哎 人家练的挺好 对 也能跳 而且后场还这 你看其实老虎跳起后场跳起愉悦的 对对 刚才韩老师说的挺对的 对 因为他们有之前的这种基础 比如说踢足球打篮球打排球 他们有这个能力的基础 他们大打羽毛球 就比一般人要 务心更高 对对对 这个作为这个随时球王 那个项目 推广以来 应该说我们这个群众性的这个水平啊 提高的也很快 而且呢 参与的人数越来越多 你看在全国啊 进行这个项目 比赛同时呢 各地的媒体也是大家的宣传 像刚才我们看到女双比赛 梅州的那一对姐妹花 林家姐妹 他命打比赛 整个梅州日报当地 零天累读介绍 而且这个今天那香港呢 那个郝买豪参加南单比赛 今天香港很多的报纸 都大篇幅来介绍 所以说明这个媒体 现在对于这个群众性海选啊 实际球方项目 他非常关注啊 双方的前半局啊 决胜局已经打完了 双方交换场地啊 目前来讲 这司徒锦呢 在躺上 应该是比分上 三比六落后 对 但是也很难讲 这个比赛 因为 我感觉啊 现在就是 呃 在造势这边的场地啊 就会比较 嗯 就会比较怎么样 加油 好打一点 好打一点 这边可能有点逆风 有点逆风 对 这个场地其实很关键 脚 脚的脚要靠 因为今天球位特别的慢 对于对于这些应用学生来说 他们的能力可能没有那么强 嗯 所以他们球总是回不到位 哦 对 容易很容易被压制住 如果如果回不到位的话 哦 司徒锦 哦 哦 我估计这龚伟杰啊 一定跟他也讲了你这个感受了 说咱换这边来了 这边动动 你就快点 对 把逼的 你使劲杀 这球速一定快 他应该有精英 嗯 因为他本来就是打进攻型的 是是是 对龚伟杰在前一段呢 还跟我们一起 共同到重庆 嗯 啊 这个北备赛区 当时从海选开始 我们一块还上了一个呃 残疾人的龙雅 很多盲龙雅残的孩子学校 呦 你们世界冠军一下就了不得了 那小孩都高兴的呀 而且孩子的家长都来了 有的孩子不光家长来了 孩子的家长的家长 就爷爷奶奶 姥姥姥爷都来了 到现场 呦那唯一的水血不同 最后 没办法了 怎么办 人家学校说我们这是治安警察来不了 最后叫了好多这个聚业会大爷大妈 给维持秩序 呦 现场挤的水血不同 特别受欢迎 所以希望呢 世界冠军呢 有以后多到民间去啊 跟不一块 当然这次我们海选当中 你们做的已经很不错了 对 今后就越来越多就更好 对 而且当时我们一到走到哪前 好多就男女观众 特别女观众都说 我们特别喜欢保重来 哈哈哈哈 韩老师开玩笑 你别笑 真的 没跟你开玩笑 但我听韩老师刚才说就是很多比如说像先天有缺陷或者后天因为残疾的 我觉得他们我我我见过很多这样的就是说呃因为这种事情然后开始打羽毛球 嗯 我觉得我特别佩服他们哦 他们比比我们就是很多健全人要要失去的多一点 但是他们能够通过羽毛球锻炼自己的意志 而且 觉得特别 他们就是一旦在场上这种获得感呀特别好 你看这次您知道就是您的那个师哥 嗯 咱们这个也是奥运会这个获得过南丹亚军的董炯 董炯 他现在不就在一个羽毛球的一个俱乐部里边 他带着羽毛球俱乐部就是残疾人做成的俱乐部 对对对 而且也参加了整个华北大区的比赛 所以华北大区比赛啊 因为华北大区大区实际太强 他们团体啊 三场比赛 这个男丹女丹混双都是输一分 最后华北赛区获第二 其实他随便从其他赛区一报 准能进总决赛 而且这个队的实力应该在整个团体比赛里面 绝对是应该数二数三的 所以就特别可惜 今天那个他们的残疾人员好像也来到现场了 不知道一会儿有没有机会 而且这一点来我给有一点自豪的我给说一说 我得做一小广告 张斌是我们央视主持人 我也是央视主持人 那董炯啊和我一样 我们都是八十中的 中央电视台现在这 现在的限制就是在朝阳区 八十中学是北京有名的中学啊 好和大家一起再回到比赛当中了 哈哈哈哈 好现在来看看比赛已经到达白热化了 白热化 到的关键时刻 对 司徒锦呢 在控制后场 交换场地以后 司徒锦呢 打得更加的聪明啊 而且充分利用场地的特点 这场比赛真是势均力敌 谁都打不死谁 就看谁能够顶得住 这也说明运运的平时的基本功啊 对 非常扎实 这两个孩子在学校上学的时候 他们都是高中生 学习腾起来特别好 好的 哇 司徒锦那球掉得很聪明 对 所以他最后这个多拍 他咬住了 就到赛点了 两个人呢 在这个进北京总决赛以后啊 八大赛区球王曾经进行过交手 结果当时黄丽娜一分之差 决选局输了 今天这个通过 从一分组再次相逢 到关键时刻来看一看 看看黄丽娜啊 一旦比赛输了以后会怎么样 哎 好 这球 哇 黄丽娜这球呢 没有能够掉在界内 可惜 球出界了 这样黄丽娜呢 经过三局苦战之后呢 很可惜 1比2输给了司徒锦 这样司徒锦 华东赛区的这个姑娘 高中生就获得了全国女单的球王 这就费了 这就费了 我好 怎么还在做 你看看 这就费了 我好 我好 这就费了 我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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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直播现场 其实我们的超级班动作 也是对我们所有选手的一次褒奖 因为一般的业余选手 享受不到超级班动作 回看自己的动作 站在我身边的是赵建华一代天王 问您一个小问题 这两个运园 司徒锦十七 黄丽娜十六岁 他们俩应该在这个年龄段 在专业选手应该成名了 就是他们俩现在这个业余选手 打的相当于专业水平还差多少 很接近 但是有一点距离 我觉得可能比有一些 丛林的要好一点 但是比那些比较优秀的 他们还是有一点距离 还是有一点差距 我看怎么 这是差气的吗 小姑娘 打得太激烈了 其实刚才他们两个人下来 有一个非常感动我的动作 就是两个人非常深情地握了握手 其实我觉得这个在一路走来 我们的这个舞台也让两个小姑娘 成为了非常好的朋友 先问问黄丽娜今天觉得自己 第二局好像是大比分落后 是不是那一局士气上稍稍有一点点 让自己有点失望啊 自己失误太多了 然后就到后面心态发生变化了 然后就控制了 这次不会哭了吧 经历过了 这个经历这样的大赛 我们掌声欢送黄丽娜 拿到了全国的亚军 这个年龄段 应该是草根非常出色的 对 斯托锦是师出名门 熊果宝是你的教练员 是你的老师 快高考了 是吧 今天是个特别好的机会 电视机前做了好多大学的校长 好多啊 特别多 说说自己最心仪的大学是什么大学 机会难得 小姑娘 珍惜一下 还没想好 还没想好 但是羽毛求是你进入到大学读书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推动的力量 对吧 对 你刚才看了那个打女双的时候 他们号称是全国高校女双 很高水平了 有信心超越他们吗 明年我要打败他们 明年打败他们 上一所好大学 也希望电视机前的 各位大学的老师 拜托你们 发现这个羽毛球的苗子 是由谁之球王送选的 希望有所高校能够接受你 是他们的幸运 恭喜司徒锦成为我们女单的球王 好 恭喜司徒锦 登上我们的冠军舞台 好 我们也产生了 我们这一次的谁之球王 最年轻的一位球王 司徒锦17岁 小姑娘还没有高中毕业 其实球王这个称呼特别中国化 在每个人的心中 可能对他的理解是不同的 我们看看在街头 那些羽毛教会者 如何理解球王的含义 您觉得谁能成为球王啊 谁能成为球王 当然是小和和的王帅了 早上来买都是看这个的 没做的 送到的姐妹就是球王 我觉得那个球王特厉害 就是那个 他打球肯定特别棒的 只要不负老 还能胜上 就都是球王 主要是带动大伙都去拿球 那才叫球王 我欣赏那些 有勇气迎接挑战 有胸怀容纳输赢的人 他们是我心中的球王 干这汉我都爱这汉 所以说我肯定 没关工人 打球就要打这票 因为他是我们大和球王 谁是球王 爱艺术的人都可以当球王 我们也想当球王 谁是球王 民间羽毛球争霸赛 已经产生了四组的球王了 接下来我认为 这场比赛呢 应该是我们这六场比赛当中 非常激烈和精彩 非常具有观赏性的一场比赛 就是南双的比赛了 对 一般我们看到 羽毛球的决战有五个项目 南双打的是回合最多 速度最快 观赏性极强 而且出场的也是 华北赛区对华南赛区 两个羽毛球开发 特别好的两个地区 我们看到在华北赛区 带给我们的是两个 矿工的儿子 而来自于华南赛区 是我们特别著名的 华南羽团的离书的 一对子弟 看看南北的这场对抗 他们是球场上的黄金搭档 更是从小一起长大的铁杆兄弟 两个从小在煤矿长大的孩子 因为运动的天赋 和羽毛球的梦想 得到了各自家庭 不计代价的支持 面对即将打响的球王决战 两位矿工父亲 都希望儿子能够下一次矿井 亲身感受一下 煤矿工人的乐观与进取 我们老哥俩 赏亮把孩子带到井下 希望我们井下工人 特别能占到精神 两个孩子带到球场上 加油 无论比赛是输赦 我们都会笑着面对 不论得失成败 总能微笑面对 这种自信与快乐 或许正是他们 一路过关斩将的优势所在 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许继彤 堪称是学霸型的球王 他从小跟着爸爸练球 国内大大小小的业余比赛 获奖无数 学习却丝毫没有落下 与熊掌不能得天 但是学习和打球可以两不无 搭档刘家辉极具运动天赋 小学四年级 他第一次参加比赛 便夺得冠军 成了别人口中的天才 可在荣誉背后 是常人难以想象的 艰辛与付出 许多人看到我成功的名练 其实汉水才是最重要的 所谓名师初高徒 刘家辉和许继彤的教练 正是广州羽毛球界 声名远扬的离世父子 教练一直要求我们低调 不在乎输和赢 每年数十场的比赛经历 让许继彤和刘家辉 在锻炼球技的同时 也磨练了他们超强的抗压能力 紧张胶着才是比赛的魅力所在 实力相当的对手 关键就在于 谁的心里更强大 我们知道这是一场硬仗 但越艰难 越能激发我们的潜能 我们不会去等待奇迹的发生 我们只会去创造奇迹 决战就在眼前 两组选手早已摩拳擦掌 蓄势待发 谁能激高一筹 问顶全国球王的宝座 让我们翘首以待 谁是球王 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 男子双打总决赛 现在开始 观众朋友们 现在您看到的这是 谁是球王 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的 男子双打的决赛 应该说这场比赛 我个认为最具有观赏性 对 因为是双打嘛 来得比较快 那么穿着粉色球衣 面对观众的 这是一对矿工女儿 我们现在看到这一对 是来自华南赛区 矿工的儿子 矿工的儿子 那么大家看到 隔往相争这一对 是来自华南农业大学的 两位大学生 刚才大家给介绍了 有学习特别好的 许吉彤 还有刘家辉 那也是他们正好也是 归国的羽毛球华侨 就归国的华侨 羽毛球打得特别好 是跟汤仙虎 侯家昌 陈玉娘 他们同时带着那些 刚才说姓林的 对 林师父子 很有名的 很有名的 可能是他们那 他们那老一辈特别有名 特别有名 他可能因为有很多 可能已经就是说 就是专门去带这些 业余选手的球员 没有执行专业的一些教练 知道 对 那相比较而言 这个隔往相争的 这一对这个矿工的儿子 从小就等于是自己喜欢 自己有点天赋 然后开始打球 这我想这个矿工的儿子 真的可能做梦也没想到 说他们的比赛 还由中央电视台奥运转播羽毛球的团队 我奥运会转播我们中央电视台 真是作为国际的电视转播商 电视转播团队来承接的 由我们这团队来转播 这个石球王草根羽毛球比赛 对 而且他们还能够出现在全国电视团的面前 对 我估计对于他们来讲 也是一种荣誉吧 一种荣誉 对刚才屏幕上出现 您看看他穿情侣服 您猜怎么回事 他女朋友 对王帅女朋友 这个草根的比赛倒是挺好 给带自己女朋友来 咱们专业比赛有时候 有限制没有限制 有时候在国外 别人怎么飞到国外去 对 我们这个相比偶尔连 刚才就像我们体育总局的 冯剑中所讲的 这又唱歌 又跳舞 而且这还可以带女朋友 家属亲友团一起到现场 而且做的这么近 咱们职业比赛绝对不让你做这么近 对 可能这种感觉可能不太一样 不太一样 生活比较 就随意嘛 而且大家就 像上次我世界景八赛的时候 在做嘉宾的时候 嘉宾评论 不是林丹跟李宗伟达 谢庆芳就在我旁边 对 挺好 对 挺好 这个谢庆芳那个有点意思啊 那个广州市场我也看了 这林丹上比赛 这个妻子在评论 洗衣上评论啊 这你那一说我们今后还给创新啊 啊 您看今天那个 今天现场啊 因为一听说中央电视台的演播室内转播 中央电视台他怕我们照度不够 嗯 说你们技术条件有限怎么办 这矿工你看没有 专门戴着帽子的每个人头顶顶一灯 一起到这全场寄光了 哈哈 共同帮着我们解决光源灯光问题 所以今天他们成群结队一起来了 啊 这是他们的对付 哎 他们对付 对 包括这个这 包括他们这这哥俩的父亲 今天都在现场 我觉得现在这羽毛球啊 已经深入了就是全国的各行各业 嗯 对 哎呦 这个球看裁判怎么判 嗯 这个应该是一个 应该没有触网吧 应该是没有没有啊 我刚才从我的角度 因为我们还是角度有限 对 我以为裁判要判过网击球呢 很很很悬 对 嗯 啊 现在虽然这 穿着粉色球衣的啊 矿工的儿子这一对呢 比分上处于落后 4比8 但他们毫不气馁 嗯 市气上还是非常高 这球判断的还不错 5比8 我觉得从他们就是这种身体条件啊 从那身材来看的话 真的 就是跟那种专业运动员啊 就是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差不了多少 真的 这说明他们平时啊 训练 而且我注意特点 嗯 您看打羽毛球的运动员没有 嗯 真的 那抱着来我真不是说这什么 你看包括杜伟杰啊 赵建华 你们身材都特别好 要高挑是吧 高挑 啊 哎 刚才在观众席里面 我们注意看 大家看看观众朋友们 有没有这种 第六感啊 您认真找一找 在这一堆这煤矿过程当中 谁 是跟厂上有关的 我们导演怎么给了一个穿帮镜头 我正给观众朋友出题呢 导演跟我开玩笑 帮就给他们俩父亲一个镜头 那好像您猜一下 刚才那两位 哪位是那个矿工的子的父亲 他们俩一定两人都是各自的 都是矿工 哦 但现在给说谁是王帅的父亲 谁是郑健的父亲 这他难了 观众朋友想知道答案吗 导演告诉我 说这事不用做DNA检镜 一眼能看出来 来看看啊 球虽然打着呀 你看那小王帅脸上面露微笑 他其实不紧张 但是不紧张不紧张 你看他们现在 刚才已经追的只差一分了 7比8 现在变成7比9 这两队的双打 这种特别的速度特别的快 嗯 实力比较强 因为在这种 比如说这个场地 因为是第一次打打比赛嘛 而且球又比较慢的情况下 他们能够打成这样的水平 我觉得非常的不容易 嗯 你看他们发球 他们这种动作 都非常的 哎你看 哦 这扑的很果断 双方那往前啊 得平头平打啊 对 都在控制往前 嗯 不轻易起球 你看这个球 哇 好的 那就这这俩主题一起 哈哈哈哈 啊 我真看不出来 哈哈 两个人四只手使劲在拍 对 嗯 嗯 左边 右边那个啊 你说左边怎么着 左边那边应该是 王帅的附近 对 我怎么觉得右边啊 啊 是吗 啊 再看一看 哎呦 左边这有点像 是 相似度接近99% 哎太好了 来啊 看看 这球看怎么判 哦 刚才发球一个失误 嗯 发球出去了 太可惜了啊 现在到局点了 第一局打掉了 他刚才偷了一个后场 我觉得没必要 没必要啊 关键球应该赶大胆的发往前 嗯 对 现在是10比8啊 漂亮 哇 这一趟小王帅 敢一果断的出拍啊 对 这个队员特点 就心理素质非常好 年龄不大 你看 甭管领先落后 他都是一张笑脸 笑脸 对 这样的选手看起来 你就会觉得 哇 总是感觉他乐乐公安的 哎 喜性 你看 给人带来好的福气 对 而且你看这发型 我问过头 你这什么发型 西瓜发型 西瓜头 西瓜头 就渗透一种朴实 一种憨像啊 其实这些运动员 有时候到这以后 说参加的比赛 说你还不 好好变一变发型 都没关系 哇 哇 要达到10比10 10比10 对 这个时候就是看 就是双打选手的 这个发接发 发球跟接发球的 嗯 看看王帅啊 对 他要反手发 一般来讲 他偷后场可能性 我猜不太大吧 也说不准 这这 就得看他敢不敢 哎 对 来了 有机 好球 哦 这个球没打死 这 放往前 进攻啊 莫玛莎球 哇 哇 哇 真给鼓掌掐得太漂亮了 啊 11比8 连续得分反败的一胜啊 真不容易 真不容易 最经典就是这样的球 好 我们看完了第一局比赛 打得非常的激烈 我们现场请一位 特殊的评论嘉宾 刚才我们看到场边的 执教的那位教练姓李 我身边的是黎叔 黎叔今天很高兴 黎智诚老人81岁 当年的印尼的羽毛球 全球冠军 60年归国了 您羽毛球 第有70年的球龄吧 应该有 应该有 对面穿着蓝色球衣的 刘嘉辉和这个许继彤 是您的徒孙 对吧 这个辈分是对的吧 怎么评论他们俩的比赛 今年比赛呢 积分法啊 分数很 非常接近 非常接近嘛 所以在对于运动员来讲 那个心理很重要 看来双方打呢 从我个人看来都不错 问题从我们这边来讲 本来他的差 他的长处是有 不过今天打可能 场上来呢 这样的比分 应该是说打得还差不多 都差不多 老爷子81岁 我们祝老爷子健康 长寿 一辈子享受 引爆球的快乐 下面交给我的同事 孟小萌继续采访 好 坐在我身边的呢 是王帅的父亲 和郑健的父亲 两位都是同一个 煤矿的同事 我们刚才也看到了 这个王帅和郑健 他们也跟我介绍说 从小两个人就认识 那么两个人为神石球王 搭档是多久了 大约两年左右了 原来从小的时候 开始打球 后来都长大了 随着年龄的长大 都上学去了 王帅到山东了 郑健到天津了 两个人 这次神石球王当中 真是组配的 希望他们打得好 我为他们加油 加油 谁是球王 全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战 男双总决赛 第二局比赛 现在开始 零 现在来看看 双方交换场地 以后的第二局 这是许奇同在后场乐企 直接杀到了两个人的结合部 刚才一看 王帅他父亲 真的和他儿子 这人俩真像 相似度真的 没有特点 基本上嘴以上的部分 一看 一个模板 这王帅比赛当中有个特点 心理素质非常好 这个小伙子打起球来吧 就是淋漓酣畅 而且无论领下落后 都是保持着非常轻松的一种感觉 所以你说这样的男孩 他通过羽毛球 也给他带来很多的东西 包括性格上 他能不招女孩喜欢吗 好的 漂亮 现在这个矿工组合的 矿工儿子组合这一对 现在要求更换一下球拍 矿工子弟 刚才说到这里 我们看这81岁的黎叔 我想起来 我知道 我想报成来 你知道像陈福寿王文教 知道 很多不打羽毛球人都不知道 高望重的老教练 老教练 而且刚那时候黎叔81岁 就跟陈福寿王文教 他们那一代的人 甚至于就跟他们前后脚的 所以 他们等于是实际上什么呢 他们的 就这个黎叔是交这个 对面 我们看到这是刘家辉和喜剧童 他们父亲的这一代的人 说白了 这等于已经到他们的 就算是徒孙了 所以也可以由此看到 羽毛球员运动 他在我们国家 他有基础的 对 而且在这个南方 我们知道在广东啊 福建广西啊 他非常普及 多少年以前 他就是这种非常普及 而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是 从南到北 而且刚才你看前面 到现在 华北赛区 拿两个冠军了 拿俩球王了 李永国都没想到 华北赛区这么厉害 原来不是说认为是 整个应该是华南赛区 他很厉害 对 就说明这个 现在羽毛球运动 大江南北 特别普及 哇 这个 王赛和他的队友啊 对对手的控制力啊 一直很强 刚刚那球 可惜了 可惜了 这个球 对 有点 当然从另外脚带来讲说明啊 现在就是 来自这个 刘家辉和许继腾这一队 表现的也是 任劲很足 对 我觉得他们就是 郑健跟王帅 我觉得这一队就是他们的 就是衔接会比较快一点 你看他们的动作连贯 意识特别强 进攻的意识特别强 但是他们有时候总是会就是打到一些很好的机会的时候容易失误 好不容易打了一个很好的机会 刚才这个球下网了 就是刚才前面那个 本来机会就还是应该稳的稳一点 对 在快当中要稳一点 但你说我这光球稳了 我这快点 我稍微的动作慢 速度慢一点 对方反击啊 就能力 但是你就是说 特别是在一些机会很好的 你不用要求太高 不要 老想一两拍打死他 你肯定不行 因为这球很慢 你不可能打死人 您看刚才这个我们现场灯光方阵 灯光 专门弥补我们演播室的灯光不足 对 所以专门的从这个 整个这个 这矿工的调出一个 矿工的灯光方阵组合 前来支援 对 我觉得 这种台这个演播室就是 这种灯光 跟我们那个球场灯光 还是有区别的 因为它这主要是我们设计的时候 是按照这个电视台演播室 对 不过我们以前都是做文艺节目 这次也进行了很大的改动 但是还是和体育比赛赛事的灯光两回事 对 但这样来讲 对于这些业余选手来讲 他克服这个灯光 包括音响 而且这观众坐的这么近 就在面前 对 这心理因素干扰 我觉得他们 我觉得业余选手啊 可能比我们专业选手 就是对于这种环境的影响 可能还要小一点点 因为他们可能有很多时候就会不在乎 我们就是特别在意 特别在意 比如说有些灯光很刺眼 我们就会跟那个灯光师说 调暗一点 一定要调整正常的正规的羽毛球的 这种场地的灯光 或者说很多其他方面 可能就是 因为现在你看这个 我们这都倡导低碳节能环保减排 对于我们中央电视台来讲 推广的水球王到全国 这么多赛区 从初选的海选 到最后八大赛区 各自进行的这个总决赛 你看 包括在天津的近海啊 包括在重庆北贝啊 还有像宁夏啊宁夏这个银川啊等等 在包括在三亚足迹遍际大江南北 还有像广东的梅州 说实上各地都进了很大努力了 那个比赛应该说 反正的地方应该说条件还挺专业的 是的 但是越打到后边大家也发现 怎么走走的越到进了北京了 反正打的比赛感觉到有点有点 灯光各方面条件来讲 不是那个比赛场馆那条件了 但是人家的心态 没关系 现在这个反正就是进演播室 条件虽然不是专业的比赛的条件 但是这是一个锻炼我们 而且我们特点就适应性强 你看这 这王善人讲的好 人说我们钻 这个煤矿钻井我钻过 这怕什么呢 所以人派出一个灯光队 我来支援来了 这应该是春晚的场地吧 春晚呢 我们现在还没来 但是今后会有春晚 而且今后春晚 我们百姓草克乒乓球和羽毛球球王 都给上去 一起上去唱男百姓的歌 那时候灯光 什么灯光我们都不怕 心理素质一定最好 现在是6比7 看看王帅这一队已经上来了 好的 好的 守得好 漂亮 再守 王帅跟郑剑 真的是 在场内搭起了 一道打不透的橡皮翔了 就是原来我想起来 以前说张晓琳一次次海底捞月一般 你看 咱草根球王打的 这不就是海底捞月吗 新海底捞月版 这就是双方的水平已经达到了一个 就是达到了一种非常高的一种水平 就是他能竞技状态 对 非常投入了 才能打得出这样的球 像我们一开始看的时候 他肯定会打不住 但是慢慢的随着比赛的胶着 他们就能够打出了 刚才看球的时候 林丹一开始手里拿个手机鼓掌 后来一跳不行了 因为他一鼓掌 他怎么把手机都给拍碎了 他就这球打得我专业都没这么使劲过 看我们职业打球 我都没这么加油过 在旁边光顾拍巴掌 他不解说了 李永波到底还是老道 根本就是解说拍巴掌都不误 当然今天还做了第三项工作 就担任场外的一个不靠谱的裁判 好 现在来看看 哦 比赛打的胶着 8比8了 8比8 哎 大家看这是王帅的女朋友 对 王帅加油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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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王帅你刚才擦擦汗 还冲那个啦啦队那还挤眼呢 挤眼 你们这心理素是太有意思了 好 现在来看看 准备发球 地上要做的要做的要干净整洁 要一丝不染 场上有个羽毛球里球毛 都给把这毛给吹走 看看 王帅他现在准备和队友来接发球 王帅准备接发球 嗯 这个球好 回得很好 证件 诶 这球证件球回得不好 但我们看 嗯 这王帅没有任何怪罪他的 嗯 哎 因为我在这个现场当中看到的 有的这个 好像是谁是球房那个羽毛球的球 乒乓球的来了 乒乓球 好 可能他也平常也打乒乓球 我看有一个特别眼熟 我必须得跟我们导演团队再证实一下 这是不是乒乓球的这个北京的球王啊 哦 反拍 嗯 来 9比8 9比9 导演再给个镜头 没错 证实 这是我们那个北京赛区的乒乓球的谁球啊 这两口也来了 你想打球以后这女孩多漂亮啊 运动健康之美啊 对对对 今天这乒乓球跟羽毛球一起啊 这都是这个中国老百姓特别喜爱的项目啊 在一起也是 共同欢聚一堂 哎呦 进攻 哇 这个 漂亮 哇 哎呦 好个王帅 你看看打得是飞风八灭啊 帅气十足 哇 关键时刻改一出手啊 一盘又一盘 这打他老爸在挖眉那劲头全用上了 10比9 已经到赛点了 前面那个拍子线都断了 还连续打了几个 断了还打的 哎呦 好 非常同意 哇 这这王帅还跟 还跟看台上做做呼应呢 我觉得他这种心理状态就特别的特别好 特别好 非常享受这个不管是紧张还是放松 他都能够非常享受 这球就打比赛胜负抛到一边了 反正我就是大比赛搭到哪个球 对对对 这就说整个比赛赢给输无所谓 大的全民健身的一个一个项目 嗯 谁跟谁输反正最后能 对 在这有有机会就行了 对 关键是个10比10了啊 对 你看这这两个矿工的 两位矿工大叔 对 在旁边也笑的合不拢嘴 反正10比10他们也没有任何紧张 来看这边也是灭带微笑 这样的决赛场面大家观众朋友 你以前您见过吗 大型比赛世界比赛 那在现场说句实话 恨不得恨不得连后脚根都跟着出汗 你看这现在的现场大家笑着眼开 其实这紧张气氛的有吗 有但是没那么紧张 对 又不是营房子营地 全民健身共同快乐 好来看看现在 挡一个哎好球 哎呦 这个球好 关键一分 华南龙大队员的两个队员连接了 对 结果这个王帅啊 和他这个队友郑健两个人笑到最后 哈哈 这是场上市对手 场下好兄弟 一定在说什么呢 嘿 兄弟 下回咱俩组队一起参加出汗比赛 我看行这个 我们矿工朋友 这就是享受比赛 我们矿工朋友也是那个 也是充分的给予了加油 我觉得特别好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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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为什么在彼此当中 这小伙子一直在乐 无论是领先还是落后 为什么 因为我只想把我最激情的一面 献给全国的观众们 其实你们今天输的有一点点可惜 因为都是在最终命运转换的时候 没有抓住 跟他们差距就是这么一点吗 不是 你应该能赢他们是吧 是 发挥不了 为什么叫发挥不了 场上观众太多了 场上观众太多了 掌声告诉他们有多少观众 你关键是不是 你听到你身后的矿工的那个呐喊声 是听起来不是那么悦耳是吗 那就再来一次 三 二 一 其实我们知道 因为大家从华南来 在这边可能是 自己的支持者球迷稍微少的一点 这也是两位获胜的重要原因吧 对 其实我看到王帅已经是泪流满面了 刚才我坐在两位父亲旁边也是特别感动 因为他们一直笔直地去看比赛 然后每得一分都是很大声的鼓掌 包括我们赵建华指导指导的时候 他们两位父亲也是穿着脖子在看 我们有请两位父亲上台 跟我们的儿子拥抱 好吗 这是真正常年战斗在井下的 我们最普普通通的煤矿工人 而且这次比赛之前 儿子才随父亲第一次 下到380米深的井下 体会了父亲日常的工作和生活 今天两个矿工的儿子 拿到了我们的 谁是球王的男双冠军 也希望更多人 能够从最初的艰苦走出来 王帅 为什么哭得这么重情 来 女主持人把华东给过去 小萌 来 为什么哭得这么重情 因为我觉得我这一路走来 包括从小时候练球 真的很不容易的 因为走了很多路 最后都失败了 今天站在这个舞台上 我真的很激动 很激动 而且这真是实现了梦想 而且我们也知道 以前练球 以前生活挺艰苦的 这次奖金不少啊 这个我据说 这冠军是5万块钱奖金 怎么用它 怎么让梦想延续 先给爸爸买点补品吧 孝顺儿子 孝顺儿子 这是最重要的 好棒 好 我们把冠军 在战旗留在舞台上 让我们的亚军 带着掌声 带着音乐 豪迈地回到 他们的支持者当中 好 谢谢刘家辉 许基同 也谢谢你们成为了亚军 给我们带来这么精彩的比赛 而且 而且我也建议 是不是父亲带着儿子 一块儿登上冠军舞台 恭喜 恭喜王帅和郑健 我们看到这两对父子四个人都来自唐山 唐山是一个说话挺俏皮 当地的曲艺艺术表演非常有趣 我们特意采取了我们大家都很熟悉的刘巧儿的片段 让我们一起去回到他们日常的海选当中的那些细节那些生活 他能进决赛 他打球 我拍照 他传球 我抓拍 他们的夫妻俩 他看我 我瞧吗 终于对我奔夫妻的成交 谁谁结尾都赢了 给他们提过了好评 要把球啊学出来 把他的本丝拿出来 这一次谁是球旺争霸展 打开了全民文化建设的新局面 这一次海选咋能没有再账点人啊 笨蛋 诸本这么一答呀 憋着三憋说 只要退答一毛抽 那话也别说 黄河之水来天上来 一旦敖战 悬崖 山盈彩 江浪市 果果敬应 藏藏尽彩 宽不贵 最四七六万 长安福特新嘉年华 邀您共赏CCTV5黄金赛事 小油耗 大动力 小随性 大自由 白金动力组合 福特新嘉年华 1.0T全新上市 福特 近无止境 静无止境 1.0T全新上市 福特 3.0T全新上市 福特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今天还有45分钟 马上就要送走4月7号 送走我们清明假期的 最后一个夜晚了 而且我们期待看待的是 这场比赛 最后一个桂冠的产生 而且我们期待着用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北京的夜景 这就是中央电视台的 总部大楼 我们在2000平米眼墨市 正在期待着 十字球王最后一项 桂冠的产生 没错 不知道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 和我们一起互动的 这个燃烧卡路里的活动 大家进行的怎么样了 跟大家也是预告一下 就是每期 我们这个燃烧卡路里 都会有10名的观众 将会获得我们的奖品 大家可以扫描 屏幕下方 您现在看到的二维码 来参与这个互动 当然了 奖品是由我们 东风雪体龙提供的精美大奖 这是燃烧卡路里 最多的用户将会得到 那也感谢今日头条 对于本次活动的大力支持 当然也可以 我们的观众朋友 也可以参与手机互动 还仍然是9家选手姓名 发送到1066999185 来支持您喜爱的选手 将有机会获得 精美的羽毛球大礼包 和千元大奖 以及第五频道的精美杂志 虚实球王的比赛 我们已经进行了半年的海选 得到很多的支持 而且有100多万人次 能够参加到我们的选拔当中 也感谢以下媒体对我们的支持 感谢CNTV 感谢CTTV 感谢北京青天报 体谈周报 新浪体育 搜狐体育 网易体育 当军体育 今日头条 爱奇艺 PPS 一段和视频等媒体大力支持 同时感谢东风雪体龙 随之球王 比赛的大力支持 本次的装备 由微可多提供 接下来我们就该迎来 我们本次比赛 本场比赛 也是我们本季度比赛的 最后一场比赛了 是团体的比赛 我们有请两队选手登场 这是一支 充满凝聚力的团队 也是一群 营造快乐的高手 大家一起训练参赛 一起娱乐开心 接下来深厚的 羽球情意 亲爱的朋友热情相拥 大家好 我们来自北京游泳谷 俱乐部 游泳谷的寓意 是特别美好的地方 俱乐部成立于2008年 在国内外多项业余比赛中 取得了优异的成绩 大部分的队员都已经参加工作了 他们有时间的时候 就聚在一起打球 26岁的男单选手张昌龙 是一名法务专员 平时工作非常忙碌 经常出差 但一有时间 他就会泡在球馆 我打球已经16年了 因为打球 我进了一所名牌大学 毕业之后 也是因为打球 我找到一份非常好的工作 我们都为他自豪 昌龙 展示我法务人员的风采 加油 外表阳光帅气的混双队员 凤一鸣 曾在澳大利亚留学7年 回国后成了北京大兴供电公司的一名职工 球龄虽然只有三年 但他悟性极高 令人刮目相看 凤一鸣 一鸣惊人 冯军赛 赛你赛 感谢领导与同事对我的支持与鼓励 我会尽尽全力拼到最后 混双队员强宇为人开朗大方 他从小受附近的影响开始打球 连名字都和羽毛球紧紧连在了一起 我打球15年了 我曾经是羽毛球教练 这次比赛呢 我认识了很多的球友 非常开心 宇丹选手钟平 在广州读研究生 正面临着毕业答辩和就业的双重压力 但他依然执着地前来参赛 团队中的替补队员 郁宗玉和陆园 则是工商管理专业的大学生 我们虽然年轻 但我们的力量不可忽视 这群场上斗志昂扬 团结一心的年轻人 在经历了球王赛场的层层考验之后 感情也变得越来越深 这是一支来自名牌大学的明星团队 我是北京交通大学的研究生 我毕业于北京大学 新闻与谈包学院 我是西北工业大学的一名教师 我地医于少女体育学院 我们是琳达天空俊乐部 他们拥有过硬的身体素质 从参赛衣食就备受瞩目 是夺冠的热门人选 旺开丽五岁开始接触羽毛球 参加过各种大赛获奖无数 因为羽毛球 我实现了我的全国冠军梦想 搭档杨切 外形亮丽 球技高超 总是轻易成为球场闪亮的焦点 而一旦面对难题 他也总能咬紧牙关 坚持到底 有一种奥运精神叫永不放弃 我既然来参赛 那么我就一定会坚持到底 男单选手宋宗耀是头号种子选手 人宋外号草根林丹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他还曾有幸担任火炬手 早已是羽毛球场上的草根明星 曾经的辉煌只是代表过去 我期待一次新的挑战 女单选手妙真 球龄18年 是工商银行那名职员 瘦小的她跑动能力十分出色 我是最后一个出场 所以压力最大 需要赢得比赛 就需要沉着冷静 琳达天空永远第一 决战在即 酒精沙场的琳达天空 能否捍卫王者地位 来自不同职业的北京游游谷 能否发挥主场优势 联锋对决压轴登场 让我们拭目以待 随式球网 全国羽毛球民间争霸站 团体总决赛 现在开始 大家看到这是 石球王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的 男子团体的最后决战 对着双方呢 这是团体 我们讲的说男子团体 应该说比较局限了 应该说是男女一起共同参加 男女搭配啊 大家看到有男单女单 还有男女混合双打 对 而且这个比赛其特点是短兵相接 就是上来先看到第一场 男单一局11分定胜负 第二场呢 就是男女混合双打 也是11分定胜负 如果在前面的两局比赛里边 各胜一局的话 第三局女单成了决胜局 所以像这样的短兵相接的比赛 对双方来讲呢 心理素质各方面都是考验 那我们也看到这个项目 还有一个特点 它是来自实际上是两所高校的 学生球员参加的 这个体现了目前羽毛球一项运动 它在全国高校当中 包括在高中当中非常普及 对 我其实去过很多高校 看过很多就是高校里面的 这个羽毛球运动员 我觉得他们水平都非常高 尤其是这两位典型的 我跟他们两位都打过 都打过 都打过 有接触过 切缩一下 对 我感觉他们就是这种水平啊 我觉得特别是他们那种实力啊 我觉得非常高了 在年轻当中非常高了 不亚于或者说是 基本上跟专业运动员有 就非常接近了 对 就这里面很多人呢 就是有的是在上大学 有的读研究生 有的已经参加工作了 但仍然呢 对这个羽毛球运动呢 情有多中 所以他们和这个俱乐部一起啊 大家看到刚才那就是这个北京啊 就是实际上华东赛区的 华北赛区 北京英雄股俱乐部那个负责人啊 他就在今天在观众席当中 也是来这个给这个球员来加度威啊 这个北京英雄股这个俱乐部啊也挺有意思啊 他呢本身来讲呢也是吸引了社会各界的人才 大家看到现在这个法务专员啊 法务专员 这场上是个专员在打比赛啊 哈哈哈 就觉得哎 这个还有第二职业呢 哎呀 这有第二职业 对你要一说这里面 连冯建东旁边呢 跟我们中央那台体育节目中心的 总监江和平一听那话他们都笑了 哈哈哈 啊来看看啊 这场上这个比赛啊 实际上呢 坦率讲就是场上运动员大家都是一样 对啊 当然由于是业余的兴致的 你看这旁边没人站着 还有专员还有导师呢 对啊 咱们各自的职务不一样 但在赛场上都是打球 所以我有时候我总觉得 他们在某些方面比我们要更职业 怎么样呢 因为为什么 你看我们有时候经常跟那些欧美人打 嗯 他们欧美的像丹麦的一些强 强手啊 很多以前的打双百万的 他们都有第二职业的 都有第二职业的 比如说有的人是医生 还有快颈师的 有 啊 啊 啊 这就是说他的生活感悟经历可能会更多一些的 他每天为了自己的升级还要去工作 但是他们又要以毛球 还会打羽毛球 最后面他们被选择了国家队 觉得他们是有潜力可挖 他们才真正的打羽毛球 嗯 从这里来讲 应该说呢 呃 对于这些运务来讲 平时呢 来自社会各行各业 而且呢 其实在 说到这里 我就想起了 在国外很多的有人就说啊 上至啊 这个总统下至这个普通的百姓 大家现在看到我们中国也一样 你可能在生活各行各业当中呢 你是做不同工作 有的甚至于做领导工作 有的呢 我就是普通的一个清洁工 甚至于我一个社区 刚才看到呢 我们有一个东北的一个南单的一个球房 他就是一个社区的一个普通的工作人员 但他今天赛场呢 咱俩都是平等的 一起这球我赢了就是我赢了 对 所以在这个赛场上一瞧 甭管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做什么 到球场咱都一样了 而且在球场上呢 大家就没有这种社会上说 经济收入的差别 对啊 在球场上在一起 我是矿工人 最后我能笑到最后 说实上刚才看那一幕场面 我看到两个父亲一起上台 咱用句夸张的话说 我是老泪总衡 对 真的我看 咱们专业运动员打比赛 当然为国争光 看到五星红旗升起国歌奏响 那是国家的荣誉 但你看这些人家这个矿工的儿子 通过努力之后 让老爸一起出现在 央视这个对全国转播的平台当中 对全国电视观众 这是一种什么荣耀 什么是孝子 这就是孝子 我觉得全民健身通过努力 让老爸脸上感到无上荣耀 所以我觉得电视间很多的观众朋友 你只要好好努力 因为在我们其他项目当中 你努力 你也可以让你的家人 让你的母亲 让你的父亲 让你的爷爷奶奶 也出现在央视频当中 也一样露出这样灿烂的笑容 这是最健康的 这真正体现了我们所追究的这种全民健身 全民通过健身这种快乐 他的主旨 现在看 双方的比分 现在 小的还是比较紧 比较紧 对 7比5 场上现在压求无声 这是你掉一颗真声 能不能听得见 你当打完球以后 场上你再听 珊瑚怀笑一般 打一打 来看 你像现在这个叫 大声高喊的在场外 你就觉得他就跟一个专业运动员 没什么两样 真的是全力拼命 就既有这个压去无声 掉一根针 在地上也能听得见 也有呢 场上突然就像火山熔岩爆发一样 那种巨大的声音 这就是引起共鸣 这就是大家一起感觉到呢 通过这个比赛 不光打球的 看球的 包括说球的 还有 这场上负责给这个打球一年 翻盘的 擦地的 一起共同感受这个全民健身 带来的这种快乐 和这种荣辱与共 好的 来来去双方 你来我往 张昌龙还是比较耐心 不着急 他这也是有这个叫做 对 这球下 他这也是有这个叫什么 民间林丹那样的高手 对 那位应该是张昌龙 因为他左手 不是 是另外一位叫 张昌龙 这个穿蓝色的 他是民间的 号称民间林丹 这两个人你别说打起来 刚才这球来回球 这体现了一定的基本功 对 哎呀这个球 这就是业余的特点 有的时候 这关键球 你看打好多球 但是有时候不该输的球 像这个球一缩 也会出现 这就是一个 一个就是一些小细节的一些问题 熟练 熟练度的问题 你看我刚才跟那位选手打 这我也是有时候 这很久没练 很久没练了 很久没练了 过不去 那感觉嘛 就差一点 所以说嘛 一天不练走下坡 对 一天不练问题多 两天不练走下坡 三天不练呢 你场上这球就没法打了 所以这个 你一想比赛 就是训练一面镜子 一看 敬爱的鲍春来 鲍春来老师 你一看刚才那比赛 说明你那大半年时间 基本上就属于 犹豫其他的运动项目 打球都出了高手球动作了 刚才李导也说过 不是吧 一看你就很久没练 我就我说半年没练了 好 现在这个场上 我们看到打成了 这比分 李青现在 这占有主场优势啊 这个来自 华北赛区的 北京游游股俱乐部 这个选手 你看他们打球啊 这非常的 就是很有目的性的 就是因为这11分嘛 不可能跟你打拉拉掉掉 赶紧打慢 就肯定跟你打快的 就短兵相接 短兵相接 对没错 这时候我说 觉得如果 要是心态调整一下 就是你不是要打快吗 我就跟你认劲 我模拟啊 其实也行 但是就看你自己的心态 能不能定得下来 定得下来 对 继续比赛 加油 有时候这个一年 能特别像咱们专业选手 关键指导还 马上对方发球了 是你先别发 你先别发 我擦擦 也是一种干扰 对对对 哦漂亮 这个球打得太漂亮了 这宋宋耀这球啊 再往前扑得很漂亮啊 我一看他的这个身材条件 就是那种特别有力的 就是一两步就能够抢到前场 一两步就能跳到后场 经常进攻打跳杀 他不是研究羽毛球专业的研究生 但他确实打起球 这个球可以看出研究的相当到位 现在10比9 再拿一分就拿下这局了 我觉得他在就是他的学艺上 是一个很好的学生 但是他把他这种智慧东西 用到羽毛球上来 也是那个悟性快很快 悟性很快啊 好 哇对方关键时刻改一出手 什么叫关键时刻手不软呢 什么叫关键时刻不掉链的 您看看 哇现在双方诞成10比10 对 其实两位 这个一个虽然是东北赛区 但实际上呢 他恰恰呢 这个也是在这个 这个北京交大 对 这个你看 这几手都是传统的羽毛球强 他们有的是作为研究生 有的是已经是专员了 而且有的已经毕业 哇 这个球不能应该起球 一分定胜负 哇 哇 宋东要显得非常的惊奋 非常激动 关键时刻改一出手 出了一盘 就这一分 就先为他们东北赛区 北方交大代表队 先拿下了关键的第一分 大分1比0 我们看到的是团体赛的第一场比赛 南单是东北赛区 宋宗耀赢了 可能熟悉 业羽毛球的选者都知道 宋宗耀 张成龙 打得其实都特别棒 他们没有进入到南单 那是因为他们 因为要专注于团体比赛 在华北区的比赛当中啊 获得团体第二名的是 中国残疾人羽毛球队的一队 坐在我身边这位小姑娘 是来自于河北师范大学 她就是中国残疾人一队当中的队员 小姑娘的有一些听力障碍 现场可以让再安静一点点 我想把一个问题先问给小姑娘 我进去说的再慢一点啊 你也可以看着我啊 羽毛球日常带给你些什么 我觉得羽毛球给我带来了 知性和快乐 带来激情和快乐 这个小姑娘特别厉害 去年在世界龙人奥运会的 羽毛球比赛中 拿过冠军是吧 拿过哪项的冠军 女双冠军 女双冠军 这也是奥运冠军 这是非常厉害的 坐在我身边这个小伙子 我们可以看到是独臂 他是中国残疾羽毛球队 二队的队员 对吧 我看你这个左边的胳膊不大方便 当然了我们正好是右手握球拍 这个影响会很大吗 打羽毛球 影响主要是 对我们在打羽毛球 平衡是非常关键 对 还有就是一些稳定 还有主要还是跑动 对我们以前是最为那种 给我们打羽毛球比较吃力 算比较吃力的一个 对于这个残疾羽毛球员的等级来讲 这是T5级 好像是从伤残程度来讲 是比较轻的一个 只要场上能控制好身体平衡 其实打得很漂亮 你看他们的一队 在跟一欧谷比赛的 华北区决赛中只输了一分 其实差距很小很小 而且这个小伙子 他是有机会参加 今年在韩国举行的亚残会的 是吧 是 而且中国残疾人 羽毛球队的总教练 是96年奥运会的 男单银牌得主 董炯 董炯因为今天有事没有来 我们以祝福这支球队 能够越打越好 希望下一次随之球王 华北赛区赢了优股 看你们的 随之球王 中国羽毛球民间争霸赛 团体决赛 第二场男女混伤比赛 现在开始 好 现在和大家一起来看一看 这是这场团体总决赛 男女混伤的比赛 也是第二场 第一场呢 来自东北的这个琳达天空俱乐部 已经是1比0领先 实际上那个学生 他是来自北方交通大学的一个学生 因为整个这个队呢 他既有来自学生 也有来自呢 各行就是出了校门的 对 他这个人员构成挺丰富 是的 基本上集中了非常优秀选手啊 现在 身穿蓝色球衣的这个东北的 这一队选手现在呢 是保持着领先 好 现在华北 华北队 华北队穿着蓝色球衣 这球呢 对方打得非常刁 我们看那个强语 就是这个男女啊 她是一个自由职业者 和她一起搭档的这个陆源呢 是一个正在上大学的学生 我感觉这个万开丽的男单这个选手啊 她这个实力还是相当强 对 感觉她手上的技术比较好 嗯对 跟她一起搭档的这个杨倩呢 嗯 是西北工业大学的一个体育老师 对 很高啊 哎 这身材非常好 对 啊 也打羽毛球 也打了相当长的年头了 对 我觉得现在打成这样的话 我觉得对 就是 东北的 这个赛区的就是说 这两位选手就会比较 占优 因为第一 第一场就是男单赢了 男单他们赢了 对对对 哎 哎 漂亮 哇 这女选手强雨啊 就打难一点那次 连打两盘啊 谁说女子不如男 哎 哎呀 这个球 哇 又是一个漂亮 这比赛真的这个混双来看呀 真的双方也是势均力敌啊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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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球呢 女选手强雨 在上网的时候反拍 球下网了 嗯 比四 现在 5比4 嗯 男选手在后面攻 哇 很激烈 放往前啊 很激烈 哇 这 哇 哇 你看这 这望开丽 望开丽 真的希望是大开 大力 而且刚才那球呢 他联系攻 对 终于这个 这球打个跳 打个跳 他他蹲位够大的 我真怕他使劲一坐 在局部地区那球场 再摆的也不是出现 他 看他 当然开玩笑了啊 这个对于这个球员来讲 在场上 那个兴奋程度啊 可见一半 是的 因为现在这个比赛 打到这个 这个程度了 嗯 双方都是真的是 特别兴奋 都想拿冠军 哇 好的 男女的进锅跳的 他打得很聪明啊 对 一场也得 他这个球打了 球碰到网子 减速了 减速了 对 这一下出现一个落位上 有个差 对对 时间差 嗯 时间差 嗯 其实这个万开丽 他这个搭档啊 就这个杨倩呢 身材也高 而且出手也快 相对来讲 场上 他们这边呢 要说打的弱的 打打女女员 我看 对女员未必 嗯 所有多弱 对 可惜关键时刻刚才 华北赛区的这队选手 发球啊 球没有能够进入 接发球 七 绑开丽发球 哎 你看到这个杨倩 那个网络 优势就发挥了 8比5 嗯 有时候在 混合双打比赛当中 女孩子 其实占了很大的成分的 一个 一个一个 一个优势 就是如果你跟一个很厉害 你会配的话 你会很强 嗯 可能你自己很强 但是你跟一个就是说呃就是说不是那么出色水平配 你会觉得你整体的水平会下来啊 因为前场就是对于女孩子来讲是非常重要的 这个环境 非常重要的对 相比来讲这个强羽啊 虽然打得很努力 但他个子毕竟还小 对对对 吃些亏 啊 万开丽又在后场乐器以后斜线批杀呀 对 9比5 看来这个比赛他们优势还非常明显 对 他们就是势在必得啊 感觉他们这种气势 这个东北赛区的这个琳达天空俱乐部啊 在场上给人感觉到是咄咄逼人呢 这个万开丽啊 据可靠教育透露 他是来自我们广电系统的一个职工 哎 他还就是一个广电系统 一个一个工程师呢 他们负责广播 包括我们电视信号准确传输 你看人家 他不打球给胖成什么样 你看那打球虽然胖 但人家身体啊 是胖而健康 必须我们要向他们学习 来看看这个关键时刻 哦 揭发球 揭推揭外 好在现在到了 已经到关键时刻 我们导演有时候比我还急呢 他一张经验都没有 一定是在里面催 招什么急啊 现在7比9嘛 哎 瞧瞧关键时刻 哎 穷还可以耐心打 要向运动员学习 啊 他们关键时刻能够沉得住气 哎 而且不紧不慢 这时候就需要沉住气 你想想 那边着急 着急结果你就失分 都以为不行了 人家胖胖连钉的 这就是气势不少 关键时刻 不要以为自己不行了 人家就咬紧压关 能堆上来 多好啊 必须给鼓掌 瞧瞧强语发球啊 这球落点太刁了 哇 关键时刻好个强语 在往前封住 第一道封锁线 他的男同胞 这男搭档 也不负中网立刻 后场斜线 打到死角 说是哪是块 比喷变成9比9 来看强语发球 这球回的稍稍质量有点差 还是这旺开利 大开大合 力度很大 对 10比9 强点啊 赛点赛点 这又到了他们这场比赛啊 关键再拿一分就 能够赢得整个团体比赛的球王 很期待看他们怎么庆祝 所以有时候这时候不能提醒他们 你想太多的 你想 10比10了 观众比他们还着急呢 这就看双方能不能敢打啊 球发好啊 好 你发这样一个球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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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哦 哇 这边 哇 你看王凯蒂 高兴的把这拍子扔到空中去了 都快接着我们演播室的天花板了 掉下来以后 他几个队友一起共同扑上来了 哇 太漂亮了 最终还是东北赛区的琳达天空俱乐部 小到最后 他们以2比0战胜对手 他们取得了南丹和混合双打两个比赛的胜利 这样以2比0获得团体比赛的球王 最后一场竟然如此的惊艳 其实我们的悠悠股俱乐部呢 给我们的羽毛去运动和全身健身 全民健身 做出了巨大的贡献 我们在这儿也记住四位 请大家在电视机前借这个机会 来介绍一下自己 或者有什么想说的 简单的 我是来自悠悠股的团体南丹队员张上龙 我是来自北京工艺大学的学生陆源 我是来自广州体育学院 颜三的学生钟平 我是来自北京悠悠股羽毛秀俱乐部的强语 谢谢四位给我们做出的突出的贡献 也真的是给我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比赛 我们两队冠军和亚军互相拥抱一下 然后我们欢送悠悠股俱乐部的这个作为亚军 其实他们在场上是老朋友老对手 因为在好队语比赛中 他们能够相遇掌声 欢送北京悠悠股 我们都知道业余羽毛球当中能形成俱乐部 其实是一个很好的发展平台 我们看到送走了悠悠股 我们今天拿的冠军是琳达天空 我刚才谈到了 其实草根羽毛球发展到一定阶段 一定会有俱乐部产生 俱乐部其实是保证草根羽毛球运动 健康发展很重要的一种机制 这个旺凯莉在比赛结束之后 还跟你的搭档还在讨论比赛 在讨论什么呢 虽然我们已经发挥得不错了 但是是想要有美中不足的地方 希望下一次比赛能够改正 你的面孔我挺熟悉 你的名字特别容易记忆 这名字特像一个公司的名字 旺凯莉 特别特别像 那个兆头也特别好 跟我们说说 全国像这种草根剧足部 到底有多少 就我知道的水平比较高的 起码有十几家吧 我们看到这是中国羽毛球 发展得非常好的一个基础 下次别再拿我的话筒了 作为广电的同事 你应该知道 拿我的话筒不好 但是应该恭喜这个琳达天空 其实这四位 都是中国草根羽毛球的高手 比如像小宋 据说有一种山寨林丹 就叫山寨林丹 没参加南丹比赛 是因为专注了团体比赛 是吧 我们期望未来的下一届 随之球王比赛 任何人能看到你们 好不好 好 我们恭送 我们的琳达天空俱乐部 成为我们团体比赛的冠军 来 我们登上荣誉舞台 这也是十几只 中国的业玉毛球俱乐部当中 今天比赛中 最终能够拿到冠军 能够实现梦想的 最高荣誉的获得者 而且他们来自天南海北 这一次是代表 琳达天空 好 一段梦之后 将进入到我们随之球王 六个桂冠最终的颁奖上点 顶尖高手的挑战 不是怎么创造纪录 而是怎么把纪录 再来一次 引擎清洁 在线初始好状态 撬牌超凡洗力 突破领悟全新境界 Ruffle 荣银新开步 新认证 一起Toyota 顶尖高手的挑战 不是怎么创造纪录 而是怎么把纪录 再来一次 引擎清洁 在线初始好状态 撬牌超凡洗力 我也能拍吗 没问题 拿起义友 按下快门 哎呀 还真能拍得到 买出这一小步 你的照片就会改变 我拍的 我们的义友 需要拍更好的 修宵进行中 佳能感动常载 家庭成型百分百 我想我的精彩 事业一百 家庭一百 NV二百 郑州日产 在高速行进的路上 加速再加速 却谁也没有甩开谁 风度是最美的速度 不喧哗 自有声 别克军域 新君子之道 超阳轮台 更安静 更安全 更节有 三位一体 创造路上新定律 有太阳升起的地方 就有超阳轮台 中侧橡胶出品 参与随时球网比赛互动 手机用户发送数字9 加选手姓名 到1066-9999-185 支持你喜爱的选手 每场三名群运观众 就要机会赢取 高级羽毛修装备 千元现金大奖 极机舞频道 精美杂志 东风雪铁龙 全面助力 全市球网 中国羽毛球 民间争霸赛 在一天即将结束的时候 随着球网 中国民间羽毛球 争霸赛的总决赛 六项冠军 终于产生了 在我们的这个比赛当中 我们看到了 各位球王的诞生 当然我们也是感谢亚军 他们给我们做出的 精彩的表现 当然在这儿 我们也特别地感谢 东风雪队龙和维格多 对我们的大力支持 还有感谢电视机前的 观众朋友 每期也会有三名观众 跟我们进行互动 获得我们的精美礼品 如果说这个互动 我提到一点啊 韩老师和小萌 在以前的各种比赛当中 也都给大家说过 我们燃烧卡路里参加这个互动 据说有18000名 18000名挂轻人 拿起了手机 来模仿羽毛球的 回拍动作参与了 而且东风雪队龙 要把10人 我们看的英雄榜 这10位都是参加 我们的18768人参与了 这10位都将获得 东风雪队龙 特别赠出的精品礼物 也算是大羽毛球 燃烧卡路里的一次开始吧 应该说呢 在今天比赛里面 我觉得各路选手都全力以赴 没有真正的失败者 能够出现在这样一个 亮丽的舞台 在全民健身 咱们百姓体育的星光大道中 能够和全国观众见面 特别刚才 王帅和他的同伴 一起共同努力 连自己的父亲 通过自己的努力 都能够荣耀地出现在 央视屏幕当中 说实话 这是最好的前世 这是体育健身 带给我们最大的快乐和幸福 好 接下来我们就有请 六组的冠军球王登场 他们是男单的冠军 来自华北的杨林飞 以及女双的冠军 华北赛区的李志申英 老年无差别组的球王 来自华北赛区的王春生 和高威女单球王 来自华东赛区的斯图锦 就像每次比赛结束以后 我们把大区冠军和这次总冠军 都穿上了象征荣耀的金色的夹克 我们下面请出 今天为我们进行 对 精彩比赛 都特别关注的观众朋友们 同时呢我想对于我们来讲呢 大家更用我们的欢呼 用我们的喝彩 男双的一队来自煤矿工人的 他们的儿子 这正是王帅和郑建 同样在团体当中 我们来自东北赛区的琳达天空 最终获得全国团体的球王 我们在这祝贺六项 全国草根球王的诞生 我们下面邀请国家体育总局 副局长冯建忠同志 以及东风雪铁龙品牌部的 总经理陈希 谁是球王的总教头赵建华 一起登台 为六项桂冠的获得者颁奖 有请三位颁奖嘉宾登场 每个人承担的使命 将向两项桂冠的得主颁出奖项 冠军属于你们 荣耀属于你们 你们是来自民间 真正的草根球王 你们更是推动全民健身 舞台上真正的鼓动者 希望你们每个人 都是播种机 都是宣传队 回到全民体育推广当中 回到全民健身的热潮当中 贡献你们的力量 用我们的努力 发光发热 相信在你们带走下 全国体健身 以毛球将掀起新的热潮 好 我们恭喜六组球王 这是一个难忘的时刻 好 赵建华先生也向最终的团体赛 林达天空 换出奖项 来面对我们的镜头 高高举起你们手中的奖杯 这就是中国民间羽毛球的最高荣耀 希望更多人以参与运动为荣耀 不问收获 只问参与 用健康快乐的心情伴随我们一生 掌声响起来 欢呼响起来 这是我们最值得荣耀的时刻 我们的谁是球王 每次比赛都有一个爱心捐助的活动 在这个公益环节当中呢 我们和以往一样 继续把我们交点 投向全民健身 投向我们需要关注那些相恶难位 我们下面请出东风血球工副总经理 伯纳文先生和江苏维克多体育用品 有限公司总经理陈淑云先生 一到登台为我们的祝梦行动来展示一下 我们的接受这次捐赠的将是来自于 新乡市畅华球馆 有请畅华登场 我们的装备是捐给你的 是捐给你那三片球场 以及五十个正在学习羽毛球的孩子们 来 欢迎唱华登场 这是一个惊喜 这是一次惊喜 这是绝对的意外惊喜 大概七年前你开始打球 你开始带动更多人打球 来 接受这份祝梦行动给你的捐助 希望你的梦想可以延续 一个羽毛球的梦想 一个关于健康和幸福 生福的梦想 我们相信呢 经过唱华 他自己今天在球王 这个节目当中的亮相 同时更通过全民健身 会在他的家乡 在新乡 在他的家乡农村 有更多的农村的孩子 步入我们体坛 全民健身的舞台 走入星光大道 带给我们新的荣耀 更希望今后 在球和球王当中 出现更多的草根球王 更多来自敞矿 农村的孩子们 你们和我们一样 共同享用全民健身的权利 享受这份幸福和快乐 那么在这个时刻 我唱华已经是眼泪 欢畅地流淌着 因为我知道50个孩子 在他的球馆打球 他有三块场地 也希望羽毛球 可以改变更多人命运 在这样一个时刻 当水智球王 中国民间羽毛球 争拔赛的六项冠军 结束的时候 我们要衷心感谢 所有的参与者 那一百多万 热爱羽毛球的人们 告诉我们 中国有更多的人 可以成为羽毛球的讳导者 成为健康运动的参与者 希望水智球王 能有第三个项目 能有第四个项目 能有一年又一年 和你们一起 向着健康 向着幸福出发 真是这样 向着幸福出发 我们会有羽毛球的海选 会有水智球王的 乒乓球的选拔 当然在这之后 我们还会陆续推出 一个又一个的 你是球王 你是真正的 来自全国草根球王的海选 让我们一起 向幸福出发 记住今天那个夜晚 共同难忘的 幸福的今宵 胜利属于 每一位草根参与者 胜利属于在场上 每一位 身批着金色球衣的 草根球王 最后我们请出 青年歌手曹福佳 带给我们美丽中国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娱乐 sky 子 Thirty 合庆 等泰山指点 拥抱日出云海 看青春中国 挑风生命精彩 我的心在飞翘 雨下光同在 上天地回眉睛 繽紛夢自來 追黃河入海 逃生向車天外 望美麗家園 加快幸福節拍 我的夢中打開 方向如隔來 相識結束情懷 心潮在澎湃 美麗的中國夢 繁榮化相開 美麗的中國夢 深情向未來 美麗的中國夢 繁榮化相開 美麗的中國夢 深情向未來 學聖聯語 追黃河入海 逃生向車天外 望美麗家園 加快幸福节拍 我的梦整得开 方向如隔来 像世界素情怀 心潮在澎湃 美丽的中国梦 百荣化相开 美丽的中国梦 深情香味来 深情香味来 美丽的中国梦 繁荣化相开 美丽的中国梦 深情香味来 美丽的中国梦